今天拍該項是關於我轉身邊史萊姆正達士的立摩歐的禮服篇 然後他這個算是有點君主類似的風格 這個是在參訪那個矮人王國的德瓦剛的時候的 他那時候穿的禮服 這樣 然後也一樣是萬代的部分 然後這個廠商 這廠商目前已經出過了 我目前有獸利魔就是這前面牌的三隻 一二三 然後他們都有一個微小的缺點 就是說他的刀 刀好像會有點微彎 就是會有點小的那種 那個可能我是比較擔心裡面的刀的問題 然後還好其他都還好 然後就是這三隻 先擺出來拿來做個對比 都同一個廠牌 先後的話應該是這一隻這一隻 然後再這一隻 應該是這樣 然後我還擺了一隻 教師的那個一番賞 然後拿來做對比的 然後他這一次的那個整體樣貌 底下就覺得那種陳詞嗎 還是哪個極左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這種人的顏色 改成金黃色會比較好看 這樣子 他這背景算是不錯 然後這邊就一個石頭地板 他這種灰色顏色 不知道是沒有 故意沒有上漆 還是說他就是為了做出石頭的樣貌 還是這種灰色 他這刀這一隻刀真的做得很不錯 紅色的 紅色的那個刀水 然後還有他的一些 標 他那些東西的 刀鞘上面的東西 這隻叫做威德一中 那就是一個很有威嚴 優雅式的那個台座 然後這是代理版 在開始之前 我要先介紹一下 他的主要的部分 這一集 漫畫的第九集的部分 有提到一小段 他的那個參訪那一段 然後還有日記的第三集 也有提到日記第三集比較短 但是先主要應該主線還是漫畫這裡 主要的話我就先翻一下 整體而言應該是後面參訪那一段 就是這一件服裝 我是覺得他可能有跟原作可能有 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還是一樣 基本是一樣的 所以介紹的話可能花比較久的時間 先講就是大概 讓各位知道他這一個 是什麼樣的服裝 才會有一個原有的 主要其實這一段 在日記裡面是蠻搞笑的一段 這裡就直接穿上去了 這邊的話就是用朱拉坦派史特聯邦國的國主 利摩坦派史特陛下 這一段有點搞笑的 後面這個 就是有一段是日記裡面的 那是什麼 等一下再把它給講一下 整體而言動畫裡面也有提到這一小段 只是他有一些三剪 前面有那個三剪板 所以我覺得有點 這點上面還是有點那個 他頭髮 跟這一次的時期是一樣的 然後差不多這一本的話應該就到這裡了 對這一段的話就差不多到這裡 塗膠的話應該剩下的就要從那個 日記裡面挑 我記得是三十多頁了吧 他這一次的服裝的話就是跟主線篇的話是類似的 只是說提到了一些德瓦剛的那個在那之前他的服裝的那些東西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美麗的魔物公主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他的禮服篇應該也可以稱一下 叫做 他名稱也可以打一個美麗的魔物公主這樣子 其實也蠻不錯的 就是這一次他的 就是這一次他的 他的主篇裡面的那個 主篇跟副篇的那個範圍的一些 差別 就這一段其實蠻搞笑的就是 還有一小段 然後就來開最主要的 然後就來開最主要的 要不然以他們漫畫來講其實都蠻不錯的 也是一樣那些IG的部分 還有一些 他的一些掃描碼的部分 這邊有臉書的一些標誌 跟之前都一樣 裡面也是這樣子 整體而言拿出來以後就大概知道 他這一次的話應該是三 五塊 一份放箭的 然後另外一份是底座 然後他披風 然後頭部跟身體的部分 他整體而言 然後這邊也有寫他那個 數字的那些他的 他的那些 正版那些標示 然後刀的部分 我還是有點 算是超出我的那個小爪 有點彎 彎的話是有點勉強就是 其實這一次的整體而言 我自己看是覺得不差 只是說他的刀的部分 這有點就是都是同樣的 就是他們那種類型的都會有點 可能要拿來稍微 可以調一下 才能調回原整 要不然超級彎的 這是身體的部分 他的頭部這一次也有做一些透明 所以其實也不算不 也算不差 他不是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 這是有全藍色的樣貌 還是有做一些 氣質的那個 調色的部分 只是刀的部分 是真的有點 有點可惜就是 這點上面的話 我就覺得可能 可能就是一番少了 可能會比較做的比較好 然後還有PVC吧 PVC的話就比較不會有那些問題了 在景品的話 要求的話 確實沒辦法太多 完全就是靠運氣 如果說運氣好的話 也許就能獲得一隻比較好的刀 只是完全不會彎彎的 這樣 不過我這一隻應該不算是最慘的吧 然後刀的話其實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就是有點彎 其實這一次的那個球的部分有做一些那種 透明感 有做出來 然後刀這邊是紅色的 然後配金色為主的那個 黑色的刀 金黃色的話是調的不錯 只是說這有點彎 彎的有點讓人那個 不知道該怎麼說 先放著 然後這是這一次的披風 白色是裡面 外面是紅色 上面有做一些毛 毛毛的感覺 然後顏色它是有點透過去的 可能是噴色的感覺 噴色可能是噴 就是它上色的時候可能有一點 但是至少是在裡面不是在外面 所以就當作沒看到這樣子 然後是頭部 它的這種景品的話 那分模線都會有點明顯 所以我也就是 就不多說什麼 臉部的話算是不差 然後頭髮 這樣子 透明感其實還做得還OK 然後它的蝴蝶結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做的蝴蝶結的部分 感覺是比較像一點 如果找到說話 這一次整體而言的話 它的身體就是拿了一個面具 面具的話就跟這些做的差不多 然後這算是靴子吧 然後這它的底座 底座是比較輕的 塑膠 然後 先放這一下 我要先把它底座 它底座的話 塑膠感就比較淺 比較重一些 所以我覺得它如果上色 一個上一個那種金色的感覺 就會比較 比較王座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一些它的 穿上太舒服 在講韓色 然後轉身 轉身3M製作人會 萬代 好一樣是塑膠 不過我還覺得它底座還算不差 知道它不是直接給你一個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直接給你的平面底座 這樣的話會比較扣分一些 就這樣 然後整體而言 就是它底下這邊有兩顆 拿來插在腳上面的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那個 拿來放箭的 這我覺得可能要 如果各位有收 其實應該要把它給 稍微彎一下 或是好像聽說是泡熱水還是做什麼 但是我通常都沒有去弄那個水 所以 就是怕它有點彎回來 應該是還好 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次可能還是要 稍微再調一下 應該是這樣吧 看一下 對 這樣 對 這樣 有點彎 好 手部的部分好像應該也有一個槽 對 這樣 它手上的時候 它手上也有一個槽 所以它不是單純這樣子 我覺得果然是裝的部分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挑出一個丸子的角度 讓它不會那種彎彎的 有一點那種 有點勉強 不然怎麼樣都會彎 有點可惜 感覺好會斷 有危險 我忘記要把它 應該是要先放上去才對 然後再放那個 我再猜想有些人可能不會放披風上去 不放披風到底沒問題 只是說 有披風看起來比較 比較 增加它的那個感覺 只是說這把刀有點可惜 因為它有了插槽 上面下面都有了插槽 所以要它完整的那種直直的 真的有一點 有點不容易 然後稍微拿起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刀 真的太不容易 其實我覺得 是不好調 因為你要把它的刀完全調出來 然後在拍開箱的時候 情況下很難調整 它完全 所以可能之後我再把它調整一些 先這樣子 然後整體的像這樣子 然後整體的像這樣子 臉部的話是做的不差 面具也做的不差 面具也做的不差 面具的話應該跟一番賞的品質 有得拼了 臉部的話就還ok 感覺也沒崩 這樣子 算是還原吧 來看一下 然後整體的衣服的那個調色的話就是以黑白為主 再配藍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藍黑黑色蝴蝶結 然後配肥蝴蝴 以及他的腳下就是靴子 然後這邊我是沒有把它完全插進去 沒有把它斷掉 等一下還要再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這一次的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這有金黃色的扣子 那這也是金黃色 他這次的馬尾其實算做的不差 這主要我覺得他的 這一次的那個感覺點應該還是在馬尾的部分 然後稱公主都也不差 難怪 這也就難怪他那個德華光 德華光的民眾會說他是公主 這樣子 然後拿來做個對比 跟之前的做一個對比的話 其實是有在進步的感覺 這樣子 就逐步的進步 就地台嘛 就是像這樣子 逐步的進步一些 我在想之後如果還會再出這類型的話 應該是還會再進步 這樣 因為都是有點 而且這一次教師版本 就上一次教師版本 那一番賞 也是那種稀釋的 所以可以拿來做一下 就是稀釋的服裝 來做一下對比 可以跟一番賞對比的話 其實也算是做得還不錯 這樣 然後剪一些拍到這裡 然後另外再說一下他這個背後的那些 G賞 是那個 最近去 去抽的 然後這樣三隻 就是我覺得這一次做的都很不錯 到時候我再來開箱它 然後這後面的G賞的話就是很薄一片 我覺得也蠻推的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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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